第十一品 那么我们头两品 谈的是佛宝 法宝 第九品 是成祝福名号 那么这一品 就不是了 是地神护法 那么监牢地神 他发愿 他要护士佛法 因为我们要是 不论你讲经修道 办道场 你得有个处所吧 都需要有个处所 需要有个地点 也需要饮食吧 那么这个处所饮食啊 都依仗这个监牢地神的神力 而能得到的 那么 那个我们建的寺庙 塔庙 也有处所吧 所以我们破土的时候 建庙的时候 都要供养监牢地神 请他护法 像我们地上说长的 都要靠这个监牢地神 他对佛教贡献很大的 就是佛说了 这个佛法 应当怎么样修行 还有我们这福带说一说 我们说到我们发愿回向 有些个没讲完 我们这个在你回向时候 念完经 回着给你先寺回向 先寺就是过去父母 多生累积的祖先 这样来回向 或者是给你的这个朋友 亲戚 这样回向 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散根 多生累积 信佛的时候 或者闻到佛法的时候 也有你老师吧 也有同餐道友吧 就是我们大家在这聚会 共同听经的时候 要给他们回向 给他们回向 不论他现在在哪一道 如果我们念地上经 那么他 他在这个道呢 三能道 如果他过去的 因为善根不高 福利不高 那他因为你念地上经 给他回向 他就超脱了 如果他生到人道 生到人道 他福德不具足 你这给他回向 他福德就增高了 福德就增胜了 他这享受的生活 就过得好一点 灾难就消失一点 如果你的思想 那他本身就福慧 都很具足的了 那因为你的回向啊 使他就知道 他就 他在那修行 就加持你 就叫互相回向 互相回向 这个愿一定要发的 像你跟那个 你这个念万经 给师长回向 那么你师长 他那个 会有所感触的 他念经给你的回向 就加持你 互相加持 这种力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然后你念经 无论跟你接触过的 善友们 你都给他们回向 你给他们回向 他们念经的功德 也在给你回向 互相的这样子 争胜了 散根就争胜了 这个回向 很要紧 我们这个 这个地神 我们要把他全文 大家知道了教训 就晓得了 为什么对这个神 特别不同 这个神不同 那个地神 是最主要的 在我们这个 在佛经里面 佛跟这些比较说 有四大天神 四大天神 这是我们离不开一点 四大天神 叫不护摸法 我们就麻烦了 就是地随火风 地随火风 这本来是我们人身上的 成就的 就是四大种 我们的右体 就是四大种成就的 地大就是我们的骨头 皮右筋骨 这属于地大 体土便利 就是水大 我们身上的难气 热能 那就是火大 我们的运转动作 能源经上讲 金声 发掌 脉转 金腰 全都靠锋利 我们那个金 一转一转 都是锋利 我们这个 内部里的 五丈六幅 中间都有空隙 那空隙都是锋利 这样子锋利 里头不是实体 你这个 胃跟肺 跟脾 心肝脾 胃肾 每一个的部位 中间都有距离 不会粘到一块的 不会粘到一块的 他们中间都有空间 他的空间就是 都所谓的锋利 那个地大呀 我们这是 这个是专讲地大的 我们这个 这个地神 佛给他说了四地法 这个地神啊 见了地神 他是闻到佛给他说四地法 他就远离成够了 远离成够了 就是他得的发眼清静 能观一切法 那么他就 归一个佛法身 他也是进行寿 不撒身 受过五戒 乃至进行寿 不饮酒 进行寿 怎么受三规啊 都念这个 进行寿 不撒身 进行寿 不偷当 进行寿 不歇焉 为什么都说进行寿呢 行者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 形状身体 寿就寿命 寿命是不定的 形状是定的了 一定要进行寿 就是进到我这个生命啊 我绝对不做这样做 所以这个 地神呢 是现的女相 我们画地神 是现的女相 那么 直到这个监牢地神呢 是女的 女菩萨 知道吗 她是菩萨 在这个时候 佛说完了这个 这个佛的名号评 完了又说一切诸法 完了之后呢 这就是 地神就向佛说了 他也请法了 他向佛说 他说 世尊啊 我从往昔以来 我鼎礼了很多的菩萨 亲近过了 很多的菩萨的 这个大菩萨 这些菩萨 都是大不可思议的 神通智慧 都不可思议的 都是广度众生的 他这个前头呢 是总说这一切菩萨 后来呀 他就钻显地藏菩萨 他就像 像这次的法会里头 那么呢 亲近地藏菩萨 地神 他老早知道地藏菩萨 不过他这样 如是表白了 他说 我发觉到 我觉得 这个地藏菩萨 这位大菩萨呀 他在一切祝菩萨当中 他的愿力最大 最深最重 所以说 又因为这个地藏菩萨 对这个国度 对这个南阴菩萨 对这些众生啊 因缘特别深厚 他是有大因缘的 那么地藏菩萨 度阴辅地独生 随时都在地狱啊 随时愁入于地狱 所以呢 这个严福提的人 都对这个地藏菩萨 特别的尊敬 特别尊敬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严福提 特别是 为一切众生的 都有大因缘的 就是观音地藏 观音地藏 所以他就举例说了 为文殊菩萨 观音地藏 一化百心身心 广度六道 其愿尚有必见 那么文殊菩萨 大家都知道 是这回第一啊 就像母太三那个 他化现的五太三化身 他也是到十方世界 教会众生的 发福提心 他教会一切的 十方众生发福提心 那么呢 他跟这个世界众生啊 缘也有 但是不像地藏菩萨 这么深厚 是监牢地神 这样说的啊 普贤菩萨 他是十方法界 十方世界之内 也是教会一些众生 行菩萨当 他也不是常来 这个世界 文殊菩萨 都不是长居此度的 观音地 分神到十方世界 寻神救苦 现身处发 有机会就陷 有他应度的机 他就陷 无机呢 他就不陷 弥勒菩萨是此世界的啊 此世界 说他在天 他正在无声化炎 他正在究竟补助佛位 那么他就是在天上教会天子 他主要是教会天子 唯有地藏菩萨 他常识在人间度人 度这个特别三菩众生 度他离三菩苦 地神呢 他常见着地藏菩萨 所以文殊菩萨观音 他呢 虽然也是分神呢 在千百亿化神去度众生 但是他不常住此度 因为地神不常见他 地神就因为他在此度不常住的 唯有地藏菩萨 他说我见到他 他常住此度的 时时处处 救度最苦众生 所以这个地神呢 他就跟地藏菩萨 这因缘特别善 他就都推崇地藏菩萨 都推崇 那你如果在华安经里头 那些个大菩萨 他就知道文殊菩萨 他就知道文殊菩萨 像这一般菩萨的 所以这是地神呢 着重地推崇地藏菩萨 要像我们呢 这都不一定了 我们在五代三 如果学华安经里的时候 那心里头就是文殊菩萨 我说学普门品的 学普门品的 说净度法门的 那只有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加加观世音 但是这个都从他个人的因缘 从他个人的方面 这也是地神呢 他独占地藏菩萨 独占地菩萨 但是这又者呢 我们大家要读到 学佛经的时候啊 你可以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什么感觉呢 好 如果我们讲 阿弥陀佛经 那就阿弥陀佛第一了 十方诸佛都来赞叹了 辅助了 祝他洋化 要讲释迦摩尼佛 在索布斯界 那十方一切诸佛 要赞叹释迦摩尼佛的功德 是这一个法会 以谁为主 那么大家都赞成 就这样 如果你要学佛尔经 那只有文殊斯理菩萨 十方诸佛菩萨 就赞叹了 文殊斯理菩萨的功德 因为现在我们这部经 讲的是地藏经 所以大家推崇地藏菩萨 有者呢 苦难最重的就是地狱 那么我们听到其他的菩萨 他也是处处化身 那不是他的主要的 不是他主要的 化度的因缘 那地藏王菩萨就不同了 他的主要的化度因缘 是三途道的宗族 是地狱出生 所以就显察的愿力 特别大 特别大 而且是像这个几尊大菩萨 美赖菩萨就现在要成佛了 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已经成过佛的了 观音菩萨是过去 正法名入来 文殊菩萨就是53佛 龙总上尊王佛 在有的那个经里头说是 龙总上至尊王佛 有的这个字字没有 有的经里头没这个字字 就像我们那个在大地十轮经里头 他叫地藏王菩萨 在地藏经里头 没有 就是地藏菩萨 战查三落经也是地藏菩萨 各个经里所标榜的名词 这些我们不要分别它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也没有什么多大出处 你怎么做念地藏菩萨也好 念地藏王菩萨也对 那么在翻译的时候 王者是自在意了 就是有时候加一个尊重的 加一个王者 有时候没有加 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念经的时候就知道了 从实着观音跟地藏 他们跟这个世界特别有因缘 咱们这第十二品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嘱托观世音菩萨 弘扬地藏经 这个第十二品 因为那个在这个 第十二品里头 那么释迦摩尼佛 有独占 占观世音菩萨 对其他的菩萨 在这个会诵 没有表白他的功德 那么在这个观世音菩萨 就不同了 观世音菩萨一向佛请啊 佛就单独表演观世音菩萨 说这个国度 跟你特别有因缘 你要一定护士地藏经 我们念那个大卫咒 大卫咒的八十四句里头的 努拉锦萨 观世音菩萨化现地藏菩萨 八十四项大家看到的 那个地藏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化现地藏菩萨 去读众生的 这个都是因缘 这都是因缘 就像我们现在这些法师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见到的 那这回跟他讲 就是他的因缘 那个会上该他该另一个法师讲 就是另一个平等性都一样的 或者因为他的口音你听得懂 你赶紧有缘 或者他口音呢有点差的 你赶紧迷远 并不是他的德差 德都是平等的 你不生分别线 那这都是你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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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分别线 有高下了 有低了 有什么了 这就是 你就带过 就要不说法师过 不说僧人过 你对于比修比修 你平等的恭敬 你功德无量 如果你这个法师好 那个法师不好 或者在家言家处啊 说他些个过患啊 那你就带过 那对生保啊 就不 你的府没收到 反正造罪了 我们的佛弟子 一定对三保 不但对祝福 对祝福少 就是对当前的生做 一定要具足平等线 具足要平等线 没有分别 到弘扬进度也好 到弘扬教义也好 到弘扬地帐不是好 随便什么 他是他所学 他的意识当中 他的智慧当中 他因为这个好 那他就弘扬这吧 他的因缘 又有那么好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的愿力受到 说不死也度众生好 那摩弥陀佛 他就我要建立一个 法院建立一个极乐世界好 佛都不同的 法师是同的 愿力不一样的 愿力不一样的 让我们大家愿力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一天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心里想的什么 我心里想的什么 每个人心里想的什么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相散的 这个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这我特别多说几句 不言说这个地神寡 占地藏菩萨 好像五台三的 文书斯利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都不站他了 他说这些菩萨 都赶不上地藏菩萨 功德大 你要是这样想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有些干嘛 要是他信了 精度了 什么法文都不好 只有学精度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就行了 其他都不要学了 我说那佛法断总了 断总了 别的都没有了 你不弘扬就没有了 那佛那个阿弥陀经 特别好 为什么呢 别的经都灭了 最后还有弥陀经 佛留了一百年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是这样子 大家都去讲弥陀经 都讲精度 说别的都不好 修不成 在这个世界修不成 非得到极乐世界才修得成 那就完了 那个十方东方要死佛 留了世界也不要要了 上方不动容来 十方法界 那个祝佛果都都不要了 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好了 我看那你的法 你也闻不到 用你生的说不死去了 没有释迦摩尼 我带这个的说教 精度你也闻不到 你怎么知道精度 精度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你能够上西方极乐世界 你得先恭敬了释迦摩尼佛 没有释迦摩尼佛说这个 你怎么知道精度啊 那西藏的教义 他就这样讲的 在你恭敬三宝之前 我们都是归佛 归法 归神 是这样归 西藏不是这样的 归于上司 先归于金刚上司 归于上司完了 那是归于佛归于法归于上 西藏对师特别注意 没有师父 你怎么知道佛法生三宝 那君师呢 就包括佛法生三宝了 这个道理一定懂啊 一定懂 说你要跟着那个师父学过法 跟他归过他 你绝对不能说他坏 就不能说 你要说他坏 你一切的工作都没有了 没有他 你入不了佛门 最初引导你入佛门的师父 归于三宝的 那这道理一定要懂啊 懂了之后呢 我们就少犯些个罪 我们所以成不了佛的 学也入不了的 完了还很苦嘛 很苦闷的 发个什么愿也成就不了 求了佛菩萨加斯 好像佛菩萨也不灵 求不到是那么样子 好像距离很远似的 其实很近 就是你在求的过程当中啊 里头 他家是很 他的后果问题 佛菩萨看到你 你要发了财啊 无欲警戒 你搞的不得了 你还造了罪了 他还是让你不发财吧 你发了财还糟糕了 发了财造业去呢 你发财干什么 咱没有通啊 佛菩萨有啊 他知道你这个 自由八生米 你想抽一斗啊 办不到 抽了一斗就不是你了 咱们中国有这样的说话啊 说穷得富不得 富得就要不得了 他一发了财 他就不知道什么的好了 发完财了就下地狱了 那个 所以佛菩萨他不让你发财 你不认为 他不加死我呀 你是烦心啊 他是圣经啊 那加死我 断货该可以吧 是啊 家人断货可以 这边想断货 那边又起贪心 你断货的时候里头 也有含贪心 人道无哪的时候呢 也没有什么能断的 我也没有什么要求 断什么货物的 人家再一家人说 人道无求 品自告 佛弟子呢 你问那个禅宗那些主持 那不求成佛 那些大菩萨 他就是度众生 他是这么一个念头 度众生 像帝章菩萨 那他跟那个一切之成就出来 站在第四品上讲究了 那一发人称佛 他说我不要称佛 我让他们都称佛了 我再称佛 就这一点就显得他愿力 特别大 特别大 一下他就说了 为什么 这监牢地神说 他说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说文书普贤 先观音利乐 他们的愿还有禁的实话 帝章菩萨愿了 没有禁的实话 那我就说说他的事实吧 是帝章菩萨教后六道一切众生 所发誓愿的结束 过千百亿横河上 帝章菩萨呀 在这个世界 来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离开生死口 得虐烦 离苦得乐呀 离生死口 得虐烦 那么他所发的寺院呢 不知道经过 好多好多的 千百亿横河沙了 我们经常在佛经上讲啊 一到那个不可说数字 就是我们凡夫所能见得到的 拿这个做例子去 横河沙呢 在华严经里头 一百二十四个大数 那么还没有横河沙 横河沙的数字还算不上 那要拿我人间来说 横河沙呢 像我长江一样的 他是发 发源于这个 这个咱们这个 还在咱们国度呢 多么朗玛峰那底下 他发明在那 他一直留下全印度江 七千多公里 跟我们长江差 比我们长江 我们长江比横河还短一点 但长江的沙子粒呢 颗粒呀 要大一点 那个印度横河沙呀 你把它捞上来 它那个沙子粒呀 是逊白逊白的 像这面粉一样的 简直分不出颗粒来 往大了印度去 到那横河呢 拉起它沙子看了 因为经常经常讲啊 横河沙树 横沙树 我说横沙树 这个沙子倒是什么样子 横沙树树齐细入面 我们这把它在手里撵的 使它颗粒分得很清楚 不容易 不像我们这个黄河呀 像我们一般河里的沙子 沙力都很大的呢 像这个一粒一粒的 这个七千多里的 这个沙子 这个河沙子 谁能知道它是好多呀 那怎么算也算不出来呀 但是啊 这一个横河沙的 不是一横河两河沙 千百亿横河沙 这就把那个数字时间呢 说的很长很长的 说帝藏王菩萨啊 他在这个世界救度众生 救度好多时间了 所以有千百亿横河沙的 一沙做一个结 有这么长了 那就是对我们凡夫说 不可知说 因为我们心量没这么大 心量没这么大 以下就说到四十了 四尊啊 我观未来 及现在众生 于所住处 于南方清洁之地 以土石竹木 做其看石 四尊能说话 乃至金人铜铁 做地藏形象 稍显供养 瞻理赞叹 因为地藏王菩萨 度众生 有这么大的功德 有这么长的时间 他说我呀 所见到的 观察 观是观察讲啊 我观察到 未来的众生 或者是现在的众生 就是当时 就是这个监牢地神 跟释迦摩尼佛 说法 说话的那个诗话 说这个世界上 那就叫现在了 那佛灭度之后呢 那叫未来了 他说我观呢 未来 或者是现在众生 他要能够 绘画佛像 或者用紫画的好 或者用图啊 泥巴呀 用土 或者石头雕开的 或者竹子 这竹子北方没有啊 所以他这个要在南方 要在清洁的地方 或者用木头 来雕塑的佛像 雕塑佛像 那么呢 做些看事 看事中的佛刊呢 大家看到佛刊吗 或者做个佛刊 佛刊里头做一个佛像 或者是你专做一个 寡座一个地藏像 你在这里头 不管你绘画的 塑画的 你若是拿紫画上一个地藏佛像 你跟那个塑那个 跟那金子打的呢 功德是一样的 我没有用 我拿金子做的佛像 那我功德该大了 那他跟拿紫画的一样的 这是平等的 不论你什么像 暂时有一个 你必须得恭敬 你必须得恭敬 成心 如果你在画佛像的时候 一边画一边念着地藏佛像 一边画一边念出 你这个像画来 再有人去把它供上怪 拜也磕头 那你功德大了 你功德大了 或者是拿金人铜铁 拿什么做都可以 做成地藏佛像 地藏佛像 地藏佛像 地藏佛像没有很多 就画那个 九和三下身的老和尚 那老和尚 那在九和三下身的化身 那个是地藏佛像 我们一般的化 地藏像里 都是拿一个西藏 拿这个西藏 拿个西藏吗 那个是方便的一散 救度众生的方便的一散 有个西藏境 当然有个西藏境 我们这不详细讲了 这西藏功德很大的 但是现在的出家人 也不知道西藏是什么了 也不知道西藏是什么了 那么现在老把这个死掉了 这是行妥妥横的 十二随身所在的 必戴西藏 他那西藏啊 前上头是个三个环 一个上头 有三个环环 有的是四个环环 有的他用四半 四四一十六 有的用三个 三个是四个环 三四一十二 有的用 一个是三个 是九个 这本来是表法的 现在根本也不知道了 现在也不知道西藏 做什么用 他是方便的 有救度众生的 他在那儿可以挖地 可以防山 挖地 你就走到哪儿 看着骨骸 不论他什么骨 瘦骨啊 人骨啊 就残土把它埋上 把它埋上 还有很多 还可以做兵器肉 那么我们那个 到我们改良的时候了 到中国就方便铲 拿着那些方便铲 不是那个九连环的 不是那个西藏了 这是行这个菩萨道啊 行头头横肉的 那么这样子 说的地藏形象 地藏菩萨手里 总持这个 这个西藏 这个西藏 咱们说 今夕正开地狱之门 地藏王菩萨去了 到了地狱 一摇灵 西藏一战 地狱都没有 就开了 那鬼神呢 他就得度了 但是得有姻缘呢 得有姻缘呢 他到地狱度那个众生 那个众生 也得跟他建立个有姻缘 或者跟他相拜过一次 或者成过他的名号 成过这么几生 都算有姻缘 如果一点缘没有的 他也度不了 说佛门广大 难度无缘之人呢 没有姻缘不行的 多少你得建立个姻缘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 这些个众生 如果是能够稍先供养了 或者顶礼了 膜拜了 赞叹赞叹 赞叹赞叹 就说几句赞叹功能 说地藏不赞 你功德无量啊 如果你要会佛经的话 你学着吧 大肆寂愿不可不随 这也算赞叹了 你说几句都可以 四人居错 极得有十种利益 这个世界众生 得先给他说个好处 不说好处他不说的 让我这样子 做了佛像了 我什么功德啊 他就告诉你了 什么功德 说你如果是 在南方 他说严谱提之南 严谱提之南 在这个严谱提之内 只要南方就可以 地藏不赞说 南方世界来的 然后面向南 就是面向地藏菩萨 面向西 就是面向阿弥陀佛 是这么个含义 这个倒不一定啊 我得惯想着 你心里想着哪 哪就是南 想着南就是南 想着北它就是北 说不是大家订的吗 那怎么订得了 我站在这个地方 说我对面那是东方 说我对面那是西方 对着东 说西 对着南是北 那站到我的后面呢 我说那边是东方 那么他说那边是西方 那因为他在那边 对着看过来的 我在这边看过去的 方不定方 懂得这个道理 方都没有一定的 知道这个 但是你得大家供应点 这个南方 那地方南方吗 那个土地要赶紧一点 然后我这说呢 就是南方啊 他有竹子在了 但那石头要秀气一点了 我们北方没的三石很少 很少 看各地的形式啊 所以啊 就是你用这个土石 竹墨 做看石都可以 你们说我没到南方去 那我这个地方的竹子 就不管用了 那不一定这样子 那土 哪个地方土树都可以 那金子就不分在什么地方 哪个矿里出来金子都可以吗 那美国的金子 跟大陆金子 金子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差别 石头都是石头 不是美国石头好一些 或者中国石头好一些 这个不要自作 这个你只要说佛 说地张像就好了 那么你说完了之后 你得到的好处啊 有十糟 不是一样两样 何者为实呢 一者土地封样 二者家灾荣难 三者先王升天 四者现存余寿 五者所求随意 这个就不容易了 你所求什么都可以 你想要你的意愿 想达到你所求的 都能够达到 六者无随火灾 七者虚毫匹出 八者杜绝那梦 九者除入神后 十者多余圣音 就像你这个做了相了 回这是你能供养 或者烧住香都算事 你没有做相 你到了这个菩萨前了 如果你到这个 到这个观音寺来 让你自己拿住香啊 自己拿个香 你会到这里拿菩萨 拿这个庙里的香烧 那你就给庙上几个香去 也可以 顶好自己拿了香 点着了 到这点着烧上 这都算了 这供养一只香 这很少 完了供养香都要磕头 我看见拿供养香都磕三个头 如果再带点水果来供一供 都可以 那么一般你说呀 因为这个佛菩萨 他是晚上不吃的 这是随母人情来说的 但是这个早晴跟晚上 跟这个中午怎么定法啊 在天 在菩萨 那就不可能定 那你就随意了 你心成灾灵 你什么时候 你烧鲜供养都可以 但是一般的 我们都是上午宫 都敢找去 找去呢 发愿呢 干啥 比较的清净 那么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只有下午有时间 那你就下午宫 也可以 我说你心里不要起执着 要泄脱 一边典礼 一边赞叹 赞叹地上菩萨 说地上菩萨 你辛苦了 你利益众生 利得很累啊 我很感激你啊 都算赞叹了 你不会编 很持续干啥 很经常编 那那边 你都可以随意了 随你的自己 祷告 乞讨 这样子呢 你得十种利益 得十种利益 那么的土地风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假这个地神的力量 就是监牢地神的力量 那你所居住的地方啊 那么土地肥沃 这个本来是不好的土 山坡啊 撒地啊 那你念这个地上将 你这个土就变肥沃了 那地上菩萨就来护法来了 你种什么就丰收什么 你给种花啊 种果木啊 我们的 我供的花 我们得牛呀 我们就经常念地上菩萨 那个花 它开的很得好一些 或者它开的茂盛一些 或者它死的慢一些 这是心理作用吗 事实上它也就这事实 有时候我们要走了 我们俩用红角 一离离离开很久 先祷告祷告 上点水啊 往来收一下子 我们回来它便死 回去它就不死 花了很好 这个听起来好像干什么 到事实上都确实 它有效果的 那家宅 不是求家宅平难 我们一般都是家宅平难 他这个上头说 家宅容难 所以我们搬这个房子里头住来了 我在这个房子住 这个房子永远是平难吉祥的 那我们家里的人 只是说这个共同居住的 这个房子里住住的人 就是那祝母的房子 也包括在内了 能让他 只要在这住 何家人等大小病都没有 钱都说了 你承赞念地章菩萨 那个外边的那生 什么的 这个灾难的声音 你都听不到 何况你还受呢 这个是 这上家宅容难 我们下回问什么 啊你家宅容难呢 把瓶子改给容难 瓶子是一世的 家宅容难 如果说我们过去了 有仙人 那么他死后 我们不知道到哪图上去了 那么愿他们升天 因为在我们人间的 欲念想着 天生很快乐 我们都讲修成啊 修成仙呢 仙呢还不行呢 那叫地仙 仙有能源经讲 十从仙 升到天上去 就叫天仙 道就讲大罗金仙 大罗金仙 他们那写小说的 写剑霞钻的 地仙还没成道呢 尽管能飞啊 能使见光了 使动光了 不是仙 真正成了仙了 也是一般人间的地仙 就是不是广的 说他把这个人呢 吐得很 自在他相向成王成霸 那不是广的 他能不到这个世界上 成王成霸 那是广的了 说吐得很 我经常说这人吐得很 吐了吐气的 他没见过四面 那你升了天了 可就见了四面了 所以都想升天呢 想升天就好了 让他去赏天 受福去吧 享乐去吧 但是这个经过 你给他地仗菩萨 求是在 假这个地仗菩萨 为神力量 是你历代主先 都能够升天 我们经常说 一直得到九主升天 你说抱父母嫩 说有人宅备啊 说你们出家人啊 就不抱父母嫩了 他不晓得我们怎么抱法 我们抱父母嫩呢 不是一代两代 历代的 历代 是一直得到九主升天呢 要让我们一天没得到呢 我们不没得到之后 我们没得到 我们念地藏经 地藏菩萨是得到的 那都会加死他的 我加死不到他 那我念地藏菩萨 求地藏菩萨加死他 你心里必须得入室行啊 那就是历代主子 都能升天了 那么这利益还不大吗 凭你得人家 让他吃好一点 酸的好一点 他的有病 你代替不了他 你没办法 那个父母不如意事 有时候他不跟你尊女说呀 他爸说了 要你生烦恼 有的那父母 有什么他痛苦了 他不肯得儿女说 他怕了影响他 影响他的儿女的情绪啦 自己受吧 当父母的 他都愿意自己身受 不让他尊女受苦 这是父母心嘛 是吧 那你能够这样子 你能够使你父母 得到什么好处呢 还能说 你爷爷 你太祖 你真祖 望上数的九倍 你见到没见到 不是这样子吗 说你要如果是 这个 树里像了 这上寡说树像 寡说礼拜 恭敬 骚香供养 还没说读经呢 读经后头还有呢 后头还有呢 那么这样子 你的先王就升天了 第四种利益 说现在我们在这个 呃 世上的存在的啊 他们的寿命啊 都很长 一寿 增长的寿命 本来什么寿命啊 不长 不长 或者三十岁 五十岁 因为念了地藏经了 他寿命就长了 福带着说 念萧哉 验寿 药寺经 也能入事 你除了观世 念观世 也入事 因为现在不讲地藏经 就能说念地藏经 经经都入事 如果是 我是这样想法啊 我在哪讲经时候 讲这地藏经 推崇地藏经 但是你以前念观世 你不要听我讲地藏经 就来念地藏经 念一遍可以 你那个以前念观世 每天都念那个 你可不要改 你们一听说地藏经好了 那就把观世都撂下了 那就不好了 说以前我一天都念 三目的这金刚经 那么老法师 讲地藏经了 我金刚经不要念了 地藏经功德真大 金刚经功德更大 一样的 不要调你自己修行法门 我这个性格是这样子 你以前修的 你就坚持修下去 不变就最好 不变就好 我不是说 我讲哪个经 你们都要信我的 你都要念地藏经 我才欢喜 不是这样子了 你以前受的法门 你可以做这个 作为征上员 作为征上员 你以前用什么功 你就照样用什么功 你不要去改 不要去改 那么讲地藏经 你听一遍 或者你念一遍 是可以的了 你以前的日课 不要改 我们现在的弟子 今天听到这部经 一讲这部经 那法师宣扬这部经 他当然把这部经 推崇得很高了 那你说 那个观音菩萨 普门品 大概没有地藏经好 那就错了 观音菩萨品是法学经 法学经里的一品 那他讲哪部经 他一定要推送哪部经 那个 释迦牟尼佛说地藏菩萨 那他把地藏菩萨抬得很高 那又说华严经 华严经地藏菩萨就没有 那就是 那是一般的菩萨了 那文术普贤 那就高了 你要懂得这种道理 不要这个 对 我们现在有这个毛病 今天听到这个 法师讲这个 你就改了这个了 明天那个法师讲那个 你又去改了那个了 你本来是学密宗的 现在到了一听 那险教也不错 你就学了险教了 经常的变化 这来变化来变化去 你又不是法师 又没谁请你去弘扬佛法 不是要哪部经都讲 你就专修哪一法 照哪法修 不要挑来挑去 挑来挑去啊 你把一个很熟的 很有功德 念的修的 很有成就的 你把它又改了 一改了 得了 那力量就不要了 这个是生 那是熟的 我不经常跟大家讲 人家念翁妈咪八咪牛 念的三都变了 多少批三都变了 那么一个老行人 到那儿给他改 说你念错了 那是翁妈咪八咪哄 你怎么念牛呢 他一听错 我念了好几十年了 那他改吧 一改 那个老行人过了以后 再要到这个地方来 一看就三都变了 不是人家以前的书生景象了 他就晓得我犯了个大错误 这是一切法都调纵生心的了 然后他又找到那个人 跟他一说 哎呀 说我以前呢 随便跟你说的了 你还不要敢念你翁妈咪八咪牛吧 他再一念翁妈咪八咪牛 那个三又恢复原来的那种稻气 丰盛景象 这个就是要知道这个极 因为我说到这儿啊 你做念一遍 或者是为超度仙人 为哪个 这上有很多的法 你摘一个临时修修 可以 你念你那个经 原来诵什么 就诵什么 这是说你什么法门都没有 原来没修行过 刚听 那你就念地藏经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诸托地神了 说你记到 将来要有人转读这个经的 尊义地藏法门修行 你就发信 专护士特 说你修的佛 别的法门呢 那么地藏菩萨可以 那个监牢地神 可以不护士你了 释迦摩尼佛被主导的 如果你是专业地藏教 那是我的责任 我就护士你了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那么你第四种利益呢 你现在啊 你这个在世的啊 大家的啊 寿命啊 都能够整理 供养地藏菩萨 现前的人 那么 我认识呢 我认识呢